那智者谈诸线 就是这样子 这条线单单这个完成就已经很 很那个的了 你看他这边 涂亦香水 吉武甘露 牛生武物 执亦精等器中 自继正尊于家 这个毕摩清静为先 身为各个法治 一切业尊 入之尊等供养 称赞 用所处之 还要念咒 为这条线守护 送甘露瓶而为守护 再撒尘 承送一切业咒之五甘露水 及戒指香水 次用持金刚之又所磨处 还要念咒 还要念咒 要送三字百八遍 以为一倍 单单做这条线就已经很难了 所以凶秘法很困难了 一条线就是这样子 五色线是这样子做的 哪里是随便我们到布行 咦 咖都可以来 五色线咔 这个剪一大堆回来 这个很好 吉祥天女用五色线起梦法 马上就做了 对不对 然后绑在手背上 他就入梦 他是很繁琐的 五色线 单单单五色线 他的做法就很不容易 他还这样子讲 在中哥八祖师和这个经典里面还谈到 这个线弄不好 还蛮麻烦的 这个梁啊 做曼陀螺 其实不是线不好 我想按照他的这个道理讲 中哥八祖师的意思是这样 你这个曼陀螺做的不对 就也是很麻烦的 也就是你尺寸量不对 或怎么样子不对 都是很麻烦的 他这里面有一句话讲 我很远 第176页 正谈现实如金刚空行云 现段施掌时 现场生疾病 荒物地质轰 这个方啊 是方向 方向错误呢 地质会花轰 这个线呢 太长了 他会生疾病 这个线断了 师掌会死掉 你们最好不要做 你们给我做 我就死掉了 你们随便弄一条线啊 拉一拉拉 武士的线 拉拉弹一下 哇 给我弄断了 我就死了 他讲 不是你死了 是当老师的死 哪有这种事 这简直是 开我的玩笑吗 金刚空行讲的 线拉断了 死掌会死 线太长了 会生病 方向弄错了 你没有弄对方向 方向弄错了 做的那个地质 就是做的那个会花轰 那样你还敢 敢不敢做 算了 不做 不讲 所以 按照这样子讲 是 线长 难道要弄得刚刚好吗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论师 是这样子讲 线太长 线太短 应该是指曼陀罗的里面弹出来的线 太长 那个那个才是错误 本身搭线 应该讲那条线 不是那条线的长 而是弹出来的线 有的论师是这样子讲 应该是这样子 方向错了 地质会封 我告诉你 这个是很好办的 这里面也有一个方法